寒流快到了 大家一定會先把預寒的衣服拿出來 其實手套也是非常重要 因為手套是接觸到水最容易感覺冷的地方 那如果我們有一個比較好的手套 可以大大減輕我們的痛苦 那今天跟各位介紹這個防寒保冷防水的手套 因為它比較長 可以適當保護我們的手 而且它有預寒的效果 因為它裡面是熔布內裡 那熔布內裡事實上有很多好處 我們在穿的時候 比較滑溜比較好穿 像你如果說買一般塑膠的手套 經常有卡卡穿不進去的情形 不過這熔布的很滑順很好用 那我經常在種花種菜我都是戴著這個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的詳細介紹 對這種手套 這種是屬於長袖的 長袖的 總長有40公分嘛 那保暖手套 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一個軍碼的 就是說不分size 那我們來看一下 好 長得是這個樣子 好 那你照看之下 跟我們加這種手套很像 事實上不是 這上面有乳膠皮膚的 那內部的話它就是有絨毛的一個領布 這是一個網布上面有絨毛的 就這樣子 唯有這個有絨毛才會保暖 而且它很長 所以說你如果說水比較深的時候呢 還可以保護到你的這個小背這邊 那我們如果要洗的時候呢 就算你裡面是有冰塊的一些冰水啊 你還是覺得還好 不會說感覺很冰 你看我的手混在裡面 其實我現在也都不會感覺到這個水的一個冷 不會 那這樣你就 在這種寒冷的天氣啊 你就可以安心的工作了 好 那今天為各位介紹這種 具有保冷效果的 加震手套 那希望各位呢 會喜歡今天這個影片 那各位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請記得按讚 也別忘了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